上週才剛渡過寒流 暖沒幾天 最終開始天氣形態又會轉濕了 那封面影響的話是各地的溫度 其實都是有略降一些 特別是在影響完的週一 這一段時間 很高溫都是因為下雨情況有下降了 一週溫度預測 2月3號就有東北季風影響 北部溫度略微下降 2月4號回暖一天後 開始有封面影響 晚間開始到2月6號 溫度再往下掉 2月7號開始 因為大陸冷氣團南下 北部低溫會跌破15度 2月8號小年夜後會更冷 最低溫時間點可能落在除夕 到初一前後 北部12到13度 中部13到14度 南部東部大約在15度左右 有個封面逐漸接近通過 那我們可以看到 是在整個中部以北 東半部地區都轉為是 絕不短暫正雨的天氣形態 未來一週會有兩波變天 除了溫度下探也會濕搭搭 2月3號4號北部東半部 因為有東北季風影響 會出現短暫降雨 第一波變天 從2月4號晚間開始 封面通過 中部以北降雨機率高 局部短暫正雨 下週三2月7號開始 大陸冷氣團和華南雲雨區 東移夾擊 全台都有降雨機會 北部東北部長時間降雨 其他各地都會是局部短暫雨 相處預估 這一波不排除達到強烈冷氣團等級 影響時間會到大年初三 春節期間都得添加衣物 注意保暖 三圈黃雲泛群